好 其实去年八八风灾当天 整个南台湾的对外通讯 几乎全部都中断了 虽然政府在921大地震的时候 花了14亿元 建构了一套紧急防灾的通报系统 不过当时还买了500多只的卫星电话 不过在八八水灾当时 并没有及时的发挥任何的作用 如今政府又花了8000多万元 又添购了一批新的卫星电话了 希望能够避免悲剧重演 不过真的有用吗 我们一起来看问题 小邦署赶在六月底前 采购了684具卫星电话 发给南部灾区的村长人手一击 赤资8000多万的计划 要确保灾区的撤退第一线 通讯不中断 不可以讲话 不可以讲话 这分钟啊 可以吗 对啊 不可以讲话吧 虽然有每月14分钟 网内互打的免费零度 但是遇上大灾难 通话量暴增时 谁来买单 中央的地方还没有定案 也让灾区的村长不敢用 如果说工手没有 这个电话费的议算的话 那我们只能先摆在 戳地里面 等到有那个 爸爸谁 那个灾情的时候 才使用 自先打再说 我拜托没钱呢 灾后一年的太和村 路段崩塌无法通行 12个林被切割成一个个孤岛 讯起来了 村长倒希望 政府赶快配发无线电 建立紧急的社区通报网 无线电被公认既便宜又好用 却迟迟没有纳入防救灾体系 搞了好久跟消防署 跟相关单位做了很久做不起来 问题还是机会的问题 政府把想得到的通讯管道器材 都做了高抗灾实验 看得到去用不到 赶不及一次到位 一条完整的救援生命线 还要再等多久 记者主管齐余荣宗台北报道